哈囉大家好我是別翻好久不見了 各位雖然說不拍還是拍了一下 也不是拍啦就是咱們的觀眾投稿就發現 哎呦很像還是有弄一點稿頭 但是就跟我想的一樣啦 他到最後最後還是會被搞 因為畢竟我們的終極目標就也只不過是多了一個滿版而已 好啦我們這邊看到的隊伍呢也是一個純陰陽 而且用到的是最兇肯的狙擊圖 因為雖然出了一個魔法分解器啦 讓陰陽滿版很容易 但是呢他對於實戰上面的效果真的比較沒什麼 就算我今天場上接近 不要說接近好了 我覺得就算105星也可能比不上狙擊圖的兩顆七星 好啦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他的有用是有用在哪裡吧 好啦他一開始在長起來的部分呢 其實完全沒有用到陰陽的特性 對就是單純的成長而已 然後呢再靠著合成 當然可能中間有一點點啦 但是我覺得不是很嚴重 對當然中間要有 欸不是剛剛應該想說 反正這個玩法呢就是一樣嘛 我們先把陰陽丟上去呢 然後把你的狙擊位給他 陰陽丟到七星就好了 然後接著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再給他弄到滿版七星 就可以掛到非常非常的遠了 那我記得這個隊伍很像10等陰陽本身兩顆七星就可以打到那個 狂暴回合了 但是我現在有這樣子的狀況 要打到狂暴回合 也不是說不容易 啊可是我今天兩顆七星就夠啊 啊我今天用了這個東西 可能就是滿版會比較香一點點而已 好啦可以看到他一個成長七星 因為這個特性的關係呢 直接活生生的給他拉回來 對啦可能會變得比較容易給他上去 只要他的狙擊位不是卡死在中間的話 你讓他旁邊左右兩顆都有狙擊的話 你就先死命的給他掌到七星就好 對啦這樣算不錯 欸對這算是一個不錯 反正你要到七星會變得非常非常容易 可是我今天如果陰陽都10等的話 我相信我應該會有更多隊伍可以打到 狂暴回合 而且還不用被怕網搞 像咱們的守月炮嘛對不對 如果你陰陽我都已經10等了 我相信中間的原石應該至少都讓你的 月亮有11等 不要說12等好了 我覺得光11等的守月炮 可能都會比這個隊伍好用啊 就不管想怎麼樣都覺得有那麼一點怪 這個特性感覺彷彿是給新手用的 但是你這個等級又不像是給新手用的 好啦我們可以給大家來看一下 他的一個拯救的方式嗎 就是再給他 我覺得唯一有開始有用的地方 就是當我今天滿版應該講唯二啦 對因為剛剛我今天七星的話 就直接給他塞上去啦 只要他不是角落四顆我覺得都可以 那現在呢可以看到他又有一顆七星卡住了 卡到一個獵城 大家都知道通常如果玩陰陽卡住一顆七星的話 這一回合基本上就崩掉了 但是呢因為有開特性的關係 所以沒有那麼那麼的嚴重 我覺得如果與其要這樣 不如讓陰陽的特性稍微的過分一點點 讓他等級8就有特性了 因為說實在我覺得這個特性沒有強到那麼那麼的過分 好啦那現在可以看著一下他的七星是怎麼給他搞的 好啦他把他的一星的陰陽給他合掉了 讓他重新再長出一個二星的獵城 這邊我覺得可能要給他等一下再長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我長出來了一個陰陽 然後我再召喚出一顆陰陽 是不是就可以把那個七星給他變成陰陽了呢 這樣的話感覺會更香啦 不過沒關係我們再繼續給他感受一下 他這邊是怎麼給他變回陰陽的 不然的話基本上在這邊卡住的話 對於陰陽的戰力會損失非常非常的多 對面又給他長回來了 然後呢 而且還長出了一個六星的陰陽在左下角 雖然說看起來很像很香啦 但其實硬要講的話 也只有兩顆七星陰陽對於版面上的傷害比較有用 當然也是說有用啦 對於打王而言 但是狂暴王那邊就太過分了 只要是轉王跟獅王 這個隊伍真的是很難想 好啦獅王或許能夠扛一下 因為我版面的星數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高 我今天就算那邊是七星變成六星好了 很像也沒有什麼差 大概硬要講的話就是真的怕轉王了 好啦那可以看到他那個七星還給他卡在那邊 有了剛講完而已 弄出一顆一星的陰陽就給他變成七星的陰陽 哇靠這個狀況真的是有一點爽 但是呢也只僅限於爽而已 對啊就就多啦 對那好像場上已經有四組七星了 而且還不是靠魔法分解器 還是在對於陰陽最有用的圖而言 然後他又把一個四星給他掉去 等於是他用另外類的方式讓版面長到非常非常的高興 或許啦 這就是這個隊伍可以爬上去的關鍵 有沒有可能在上面會這樣子玩 純陰陽在上面活的下去 如果他的變化特性可以再更過分一些些的話 像是我不一定要黑白起的方式 只要我場上那個有兩顆陰陽 再召喚出一顆陰陽直接讓全場變成陰陽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更過分 或是說我光小丑複製也會變成陰陽的話 我覺得也才變成說能夠在狂暴回合之後活下來 不然就現在的話我覺得也蠻難活下來 然後剛剛召喚出一顆七星成長 又給他變回去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其實硬要講的話 會不會其實我在中間的那些隊伍 中間的那幾顆都可以直接給他硬核上去 反正不用管嘛我上面還有三個位置 我中間這兩個位置我就硬給他一直合一直合 根本不用管是哪一顆 只要有合上去的話 我未來就有機會變成七星的陰陽 很像也就是只能這樣子而已對不對 不行我現在一直在唱吹他 可是又覺得他很像有點有用 我希望他的有用的程度可以再給他過分一些些 對我們這次看的完全是對面的隊伍 我完全沒有看這邊我們沖越獵的 沖越焦的玩法 不過沖越焦我覺得現在就是一樣嘛對不對 只不過他有新的充電密碼 可是新的充電密碼 我現在還沒有拍耶對不對 只不過現在沖越焦是不是算偏弱勢 因為要的話應該也是首越炮 如果你要玩大力的話 好啦現在到第九回合了 兩邊都還可以 沒有對面我們的充電這邊直接放飛 放飛自我讓他去轉 然後又再給他繼續充電 不要管太多 再給他轉一次也是啦 然後轉了第二次之後呢 狀況還不錯 可是沒有七星的交換 有啦七星充跟七星交換疊在一起了 而且還把王給處理掉了 哇靠極限殺王啊 好啦我們來繼續看一下陰陽方的部分吧 講著講著 其實我們一塊把這整局看完了 你知道嗎 我其實有切一些方向啦 但是 我根本沒有必要去加速他 你知道嗎 就慢慢看著對方是怎麼操作 讓他的版面慢慢的給他拉上去 對啊如果這個時候我覺得 二星的陰陽的部分 他還可以去往上 他現在拉出了一個六星的陰陽 六星的陰陽直接把丟到左邊的陰陽上去 然後呢 現在只剩下一顆陰陽點了 而且那顆陰陽沒有在狙擊會上面 這邊算是有一點點危險啦 但是又給他點亮的情況下 兩顆七星陰陽直接把版面全部清光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剛剛沒有這個狀況的話 可能就已經倒了 至少要留下一顆啦 不然的話很像也是蠻危險的 好 現在到第十回合了 先對 這邊王還是處理掉 因為王的血量有問題嘛對不對 王的血量少 然後就直接 就 就打得快 而且我場上七星陰陽又多 這樣的話我打王又會變得更簡單 那真的是差一點點弱勢了 只要他的變化在一個什麼 變化增 變化改 變化操 變化X 變化S 之類的變體 讓他再更過分一些些 我覺得他才可以在那個 狂暴模式上面回合下來啦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那個 直接用小丑變身也可以有這個效果 不然的話我覺得真的是蠻難的 好啦在他這邊還在繼續持續的成長 沒有要放棄的意思 那我們充電方這邊月亮沒有辦法點亮 有一點點的危險 其實還好沒有到很危險啦 然後他這邊還在繼續搞耶 對啊 如果正常情況下的話早就不動了 對早就不動了 反正就也只能到那邊 然後他的五星直接放 五星營養丟到六五 五星成長 哇靠這個操作有點 可怕 然後呢 六星成長 又在 還沒還沒長下去還沒長下去 又長成了七星營養 又卡了 其實硬要講的話呢 這個隊伍總共在這一回合裡面卡了四次 但是有辦法變回來嗎 很像還是可以 又回來了 哇靠 直接活生生的給他拉回來 從場上的原本只有 正常而言的話 應該只會有一顆七星給他點亮 就是左邊中間的那一顆狙擊 結果呢 因為特性的關係 活生生的又拉出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顆陰陽 可能沒有到六顆那麼多啦 可是至少 這六顆陰陽全部都可以點亮 哇靠 這對打王而言的傷害就不知道增加多少了 很可惜 如果這個特性也早一點出的話 應該也會非常非常的香 這個狂暴回合的王 我覺得 其實可以把轉王跟獅王死亡之後會放技能 這個東西拿掉 好啦這個時候可能是因為本身爆傷的關係 還有骰等的問題啦 這邊就可以轉王轉了 還有他剛剛或許沒有把全骰跟點亮 因為陰陽點亮的數量也會影響他的傷害 那這邊被轉王轉的話 應該已經沒救了 很可惜啦 小手複製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如果小手複製有辦法實現的話呢 至少我覺得還可以再更香一點點 如果他的變化可以像泡泡一樣的話 其實也不錯啦 我覺得這個可以再更過分一些 因為畢竟陰陽在這裡其實已經很弱勢 應該說偏向弱勢啦 他這邊又給他重新點亮了 不過只有一顆解來不及了 OK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以上就是這一次 特性的PVP 總覺得很像可以 但是又差了那麼一點點 對我總覺得這個特性可以再給他更過分一些 總覺得陰陽 在這麼多回合式下來裡面 曾經帶大家打上PVP跟PVE的一個很爽的地方 到現在已經比較少人在用 當然還有陰交啦 只不過 如果真的要的話 還是比較希望他能夠 比較單純一點點 但是有點可惜 我還是希望他未來可以再改強一點點 應該可以吧 OK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2 1 1 1 2 2 1 2 1 2 2 2 3 2 2 2 4 2 3 3